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侯大力行真笔记 第八部 就按寻踪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三章 鱼竿模型的提出 侯大力几乎在同一时间叹息一声 慢慢伸出手 按响了门铃 室内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一只眼睛出现在猫眼前 门后的甘田知道门外是侯大力 仍然凑在猫眼前认真看了一眼 屋外的年轻人有一张沉静的面容 额头是深深的穿字纹 并肩有白发 透过猫眼他认真地打恋了女儿的未婚妇 这才取过钥匙打开房道门的天地锁 房道门原本顺滑无声 今天拉开时发出嘎吱一声响 甘田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有响声 他又推拉房道门 这一次房道门没有发出响声 大力 请坐 甘田带着几分疑问和警惕 招呼侯大力换鞋 侯大力穿上布脱鞋 坐在客厅沙发上 客厅正面是田田的大幅相片 差不多一平方米大小 田田身穿白色长裙 面容忧郁 犹如一朵带着露珠的茉莉 他静止来到相片前 忽然间觉得与田田的相识 就是一场不想醒来的美梦 可惜梦很短 还没有到幸福的云端便被惊醒 很长一段时间 侯大力都纠结于如何称呼甘田 田田牺牲前 侯大力和田田正在筹备婚礼 准备到民政局办理结婚证 一场意外让两人的婚姻成为永远的遗憾 她还没有来得及改口 一直称呼甘田为甘阿姨 安葬田田以后 侯大力和甘田互相回避对方 今天看到朱燕的状态 侯大力感受到甘田所承受的痛苦 纠结化为乌有 她随意地问出了在脑中反复练习的话 妈 杨总不在啊 甘田正准备给侯大力泡茶 听到极为陌生又刺耳的称呼 犹如被机关枪子弹打中 一下就喘不过气来 靠住后时的五斗棍才稳住了身体 她有些惊疑地望着侯大力 哦 老杨出差了 等几天才回来 若是侯大力家是普通 她会怀疑眼前的男子是否有求于自己现在的丈夫 可是侯大力的父亲是侯国龙 根本不会求到自己丈夫 妈 抽时间我们去看一看甘田 甘田揉了揉耳朵 怀疑自己又听错了 迟疑了一下 试探着开口问 刚才你称呼的什么 妈 我和田田是夫妻 我是你的女婿 前一段时间 我没有能够面对失去田田的事实 田田牺牲以后 侯大力封闭了自己的感情 全身心投入按针工作中 以此遮盖伤痛和回避现实 一年时间过去 她才稍稍敢于直面现实 甘田的泪水夺筐而出 她转过身 眼面而泣 过了两久 甘田将泡好的茶 端到茶几前 我这辈子 对不起田田 给她带来了心理创伤 她是个可怜孩子 没有过过几天熟悉的日子 谢谢你 她和你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 是她最开心的日子 我知道 侯大力下意识地摸了摸香烟 随即又将手缩了回去 甘田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动作 做刑警的人都是这习惯 想抽就抽吧 侯大力站在窗边 抽了一支烟 甘田望着女儿的未婚夫 有些恍惚 如果女儿没有牺牲 现在有可能怀上了小宝贝 她脑中浮现出 婴儿睡在小床上的温馨画面 觉得那才是天堂般的生活 现实很残酷 她永远都没有帮田田带小孩子的机会了 侯大力抽烟的姿势和田跃进 有几分神似 头微微前倾 似乎香烟要逃跑 必须要凑上去才能咬住香烟 田跃进的额头 在谈恋爱的时候还算平整 很有鹦鹉之气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她的额头变得凹凸不平 发际线比同龄人更早后移 眼圈经常发黑 性格也阴沉起来 侯大力成为刑警时间不长 额头已经有了纹路 发际线没有后移 只是两鬓肩的白发多得不像话 侯大力抽完烟走了过来 妈 这年多的时间我没有和你多联系 很抱歉 我内心深处 仍然不愿意相信田田牺牲了 从今往后 田田过生日 还有牺牲那天 我希望能够跟你一起过 我平时不住江州 回来的次数不多 这一次特意回来住几天 就是为了陪田田 时间过得太快 算了就一年了 田田表面上恨你 实际上非常想你 如果不想你 她就不会对你冷言冷语了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无数次叹击我你 甘田和田田 母女有七分神似 举止神情 同样如此 侯大力面对甘田之时 总觉得田田仍在身边 甘田再次掉泪 妆容乱得一塌糊涂 那些年我也是没有办法 你是刑警 那些要强大一些 我是女人 懒得小 当时被人用枪顶住头啊 家的魂飞扩散 天月进不听劝 还要跟黑社会交集 我是真怕 如果不离婚精神绝对会出问题 是谁胆子这么大 敢用枪威胁刑警家人 侯大力以前听说过此事 只不过事情隔得太久 没有深入追究 八九十年代 社会乱得很 江州有好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打架 杀人 屡见不鲜 当时势力最大的就是老魏 后来被人给打死了 我就是被老魏的手下 用枪顶了脑袋 老魏 老魏 真名叫胡魏 是当时江州的黑社会大哥 绰号老魏 风云一时 狂妄得很 后来被枪击 当街毙命 到底谁下的手 现在都没有查清楚 原来老魏是胡魏 我在省城听说过这个名字 当年他是挺威风 带着一帮人到扬州拜码头 扬州那边黑社会老大亲自迎接 两边开了十几辆黑色奔驰 很长一串 这十几辆奔驰在省政府大楼前面的大公路开过 不知情的还会是有重要的领导到扬州呢 我那时候刚刚到省上读初中 是临时转学过来的 应该是在十一月份左右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转学 后来才知道是丁丽遇害 我爸妈也被吓着了 把我转到了扬州读书 侯大力讲述的时候 还回忆起多年前一件往事 当时家里有客人 客人应该是军民机械厂老板 称宏军 这段记忆封存在脑海中 平时无声无息 但当甘田谈起胡魏时 胡魏的名字似乎带有某种言语和暗示 忽然间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他们依然如此鲜活 细节生动清晰 那一天 侯国龙和陈红军在客厅聊天 陈红军会声会色的谈起了 扬州黑社会大哥和江州黑社会大哥胡魏 见面的情况 侯大力出到扬州 认识的人少 没有出去玩 正在屋内无聊的翻小人书 他被陈红军的讲述吸引 悄悄到门口偷听 哼 这伙人不知道死活 居然在省政府大楼前耀武扬威 别看胡魏现在跳的欢 到时一定会拉清单 拉清单 是以后的事 现在他们在江州 太猖狂了 再这样搞下去 做企业的环境都没有了 我将把分场逐渐转到阳主 狐魏这家伙 做事太没底线 我担心 又发生丁辰光女儿的事 说实话 我是真怕 侯国龙朝卧室看了一眼 声音稍稍放低 安吧 脚兔三枯 企业要发展 我们个人也要保证绝对安全 我们不能明着办工厂 不能大张旗鼓搬家 道理很简单 江州政府流失税源 会不高兴 给点小鞋穿 我们会非常难受 我已经着手在扬州工业园建分场 还与工业园区的老大见了面 老大是扬州市委常委 与省里关系熟悉 要他撑着 我们慢慢搬 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是蚂蚁搬家的办法 先见分场 一点点转移 江州市山南工业重镇 影响山南西南部这一大片 这一片人口多 经济条件好 我们也不能失去这个根据地 在扬州和江州 都有实实在在的布局 到时靠的牢 走的拖 狐卫有几条狗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他们来咬人 总得还击啊 我们正儿八经做企业 绝对不能使用那些江湖手段 也不要和那些江湖人有纠葛 江湖手段比起法律和政策来说 更直接 更暴力 会上演 太危险 出来混 总要还 侯大力站在门口 听得很带劲 突然间觉得父亲的声音小了起来 然后父亲出现在眼前 侯大力 作业做完了吗 关门 做作业 虽然那时还在读小学 可是侯大力觉得自己懂得挺多 他和江州的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 聊香港电影的古惑仔 和江州黑道大哥的英雄故事 对江湖生活很是向往 关上门后 他把耳朵贴在门上 却没有再听到父亲和程叔叔的议论声 多年前的往事 胡卫像是阿里巴巴一样的咒语 瞬间打开了侯大力原本以为忘记的事情 这些都是以前的烂事 当时觉得不得了 现在看起来挺没有意思 我给你削个黄桃 甘田选了一个大黄桃 用小刀削皮 黄桃肉质细腻 甜美多汁 这正是田田最喜欢的水果 侯大力闻到黄桃的香甜味道 心脏又疼痛起来 几秒钟没有说话 甘田将黄桃切块 放在盘子里递给侯大力 侯大力艰难地吃了一块黄桃 控制住情绪 再次询问 你怎么知道是胡卫的人用枪威胁你 他们很嚣张 说得很明确了 我与月近离婚 搬到扬州 刻意回避江州的事 后面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甜甜爸爸怎么会嘲罪胡卫啊 我真不清楚 天月近这个人死讲原则 从来不在家里讲单位的事 我被人用枪顶头 那个情景变成噩梦反复出现 弄得我多次崩溃 出了这事了 天月近才给我透露了支言片语 甘田回想起 被人用枪顶住头的往事 仍然不寒而栗 你别担心了 江州这几年治安很好 没有黑社会草身之地 再也不会出现 胡卫式的黑社会大哥了 现在比起十年前 治安好的太多了 否则我也不敢回来 月近当时跟我说过 胡卫有几条忠实的走狗 也就是胡卫的直接手下 这些手下大多数都被抓了 还有两条野狗 一条是杨国雄 另一条是黄大磊 这两条野狗的下场都不好 杨国雄跳楼死了 黄大磊后来被炸得粉身碎骨 甘田提起当年的黑社会 又带着浓浓的恨意 听到杨国雄和黄大磊的名字 侯大力马上想起了当年 陈红军所言 胡卫的几条狗 肾上腺激素 如百米飞人一样狂奔 身体顿时高度紧张起来 正式进入侦察模式 胡卫是哪一年被打死了 应该是1994年 中秋节前后 胡卫是黑道大哥 在街道被枪击的 轰动一时 晨暴啊 软暴 伤暴 都对胡卫被枪杀之士 有连续的报道 你被人用枪顶着头是哪一年 大约是 1994年3月 咳了16年 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 大脑里的脑神姻缘 噼里啪啦进行快速连接 连接完成以后 侯大力将诸多不相干的事情 联系在一起 第一件事情 有一段时间 黄尬磊 吴开军 杜强和秦涛 非常活跃 做了不少杀人越货之事 第二件事情 田岳进离开警队之前 曾经发现过秦力包庇 弟弟秦涛之事 秦力和田岳进是生死之交 田岳进装作没有 看见秦力包庇秦涛 从以前得到的信息来看 秦力包庇秦涛是秦力和田岳进先后离开警队的重要原因 第三件事情 吴卫死后 王大磊团伙也散掉了 杜强不知所终 王大磊和吴开军各做各的生意 秦涛读银行中专 第四件事情 杨国雄生意失败 于1999年9月跳楼自杀 两年之后 2001年10月 杨帆遇害 这些事情原本没有联系 却被胡卫这个黑社会大哥串在一起 侯大力之所以 一直没有将胡卫纳入侦查目标 是因为胡卫在16年前就横死街头 距离现在太久了 如今他肩负挖两面人和幕后黑手的任务 对胡卫这种黑社会大哥就非常敏感 甘田看着眼前男子陷入沉思时 额头形成了浅浅的穿字纹 腮汪子咬得紧紧的 与前夫田岳进思考问题时的神情气质很相似 暗自叹息 我是一家人 我见一家门呢 我当年看上了田岳记 田田看上了和父亲神情相近的胡大力 这都是命啊 你和秦丽应该熟悉吧 她是哪一年离开警队啊 秦丽已经走了 她做的最错的事情是不该向黄卫下手 不管她做过什么事 一死万事恐 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月靳当时在中安二组 前任组长是 洪金明 还有秦丽 王卫 和吴小贵 月靳和秦丽关系最好 秦丽替月靳挡过子弹 是过命的交情 月靳和我结婚的时候 秦丽还是单身汉 她和月靳是搭档 经常到家里来吃饭 秦丽是在 1994年辞职的 辞职那天晚上 还到家里喝酒 那天很热 我把电商推到客厅 后来秦丽和月靳都喝土了 屋里都是酒臭味 时间会淡化很多事情 但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总会祭福青春往事 甘田尽管和田月靳离了婚 可是谈起前夫时 总是使用月靳两个字 她回忆起 与中安二组秦丽等人交往的细节 充满惆怅 你们离婚是哪一年 1994年8月 我被黑社会威胁以后 月靳仍然不管不顾 继续调查胡卫 这导致我 又被人威胁了一次 还被捅了一刀 捅到腿上 出了血 伤不重 警告的意思更多 这一次以后啊 我彻底失望了 我坚决离婚 她这个人自私 只考虑自己痛快 根本不管家人死活 从被人用枪顶着头 到被统一刀 只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是真受不了 每天提心吊打 我们离婚后 月靳应该颓废了一段时间 后来也辞职了 得知月靳辞职 我就恨她 既然要辞职 为什么不早点辞职啊 啊 辞职之后 月靳带着女儿伤活 现在想来 我也很自私 侯大力 是田田的未婚夫 知道另一方的看法 她看着甘田 讲述往事时的泪眼 门铃响起 甘田用纸巾擦了手 来到门前 凑在猫眼前 看了一眼 她猛然打开门 杨可 你怎么来了 我原本要出去旅行 临时改了主意 到江州玩两天 杨可扑到母亲怀里 不停转圈 哎呦 杨可杨可 停下来停下来 妈妈要晕了啊 松手之后 杨可发现 还有一个年轻男子 坐在客厅沙发上 他是谁啊 叫哥哥 哪里跑来的哥哥 姐姐的丈夫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 田田比寻常孩子的叛逆期 来得早一些 很长一段时间 仇视母亲 拒绝与母亲来往 杨可知道在江州 有这样一个姐姐 从小到大 只见过庶面 而且还有一次不欢而散 说实在的 她对姐姐没有什么感情 侯大力的目光没有离开杨可 杨可在十五六岁的年龄 穿了一件带有元宝领 和泡泡袖的天蓝色连衣裙 随意跨着一个鞋跨包 脚下是小皮鞋 她留了一头超过其年龄的披肩发 发梢还有点淡红色 比普通的中学生成熟 她的五官与田田有六七分相似 满脸是未经社会独打的幸福感 叫姐夫 不叫 他们没结婚 你怎么说话的 我说的是实话 都没见过甜甜几面 杨可翻了一个白眼 转身进了卧室 甘田对小女儿着实宠爱 捧在手心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她不忍在侯大力面前责备小女儿 对不起啊 她和姐姐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妈 我先走了 改天我们有时间去见一见甜甜 最初看见与甜甜有几分相似的杨可 侯大力还有几分亲切 可是杨可对姐姐不公 这让她对杨可的观感直线下降 对其未作评论 甘甜站在门口 目送女婿的背影消失在遍梯口 一时之间百感交集 和有几分惆怅 关上防盗门 杨可探头出来 那个人走了 她叫侯大力 是你姐的未婚夫 长得挺帅 都是头发都白了 活像个老头 这人是做啥的 她是警察 和你姐在一个单位 居然和甜甜一个单位 为什么让甜甜去抓人 她那时候做什么去了 躺在家里想轻浮 假模假式的 侯大力比杨可大了十二岁 这十二岁如一条天河 让两人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完全不能相互理解 侯大力没有了解杨可的欲望 杨可同样如此 侯大力坐上越野车 想了想与甘甜的谈话 便拿出小本子 记下与甘甜谈话时 无意间获取到的信息 她原本还准备探望田跃进 拨通电话后 才知道田跃进和新婚妻子 外出旅行了 8月12日下午两点 回到刑警老楼办公室 侯大力慢慢恢复了 平静和理智 侯大力意识到 从甘甜那里得来的信息 非常重要 最关键的线索似乎不在当前 而是出现在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的旧事 如宇宙大爆炸 持续影响到现在 这也就意味着 侦办白玉梅案 甚至是杨帆案 不仅要盯着杨永福 还需要把目光潜移 盯紧发生在九十年代的事 特别是1994年间的事情 侯大力如老僧般坐在窗前 一页页翻看笔记本 脑中涌出了各种信息碎片 信息碎片原本做着布朗运动 没有规律可循 某个时刻 一两个信息碎片发生了沾脸 引起连锁反应 信息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 微风起 几片落叶飞舞 钓鱼窗台 良久 侯大力合上笔记本 来到会议室 在没有与甘田见面之前 他提审李小峰的重点 放在萧萧身上 现在增加了一个重点 通过李小峰的回忆 增加对1994年 诸多事情的了解 为什么要深挖1994年的事 白玉梅案发生在 在1994年10月 遇害时是秦武国企业的财务人员 李小峰在1994年 1912岁 还在学校读书 1994年 是一个特殊年份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发生 兵力遇害 非社会老大 胡卫被枪杀 白玉梅遇害 甘田被人用枪威胁 重案二组秦丽和田医界 兴厚辞职 江克阳这才意识到 1994年 血实不一般 这么多事 让我捋一捋 这些事我们还要持续讨论 今天先商量提审 李小峰的事情 商定审讯方案以后 胡大利和江克阳 来到看守所 提审李小峰 走进四面墙 墙内特殊的肃杀之气 让胡大利不由的 想起了周涛 周涛原本 也应该来到 庄二二组 参与侦办命案基案 谁知非来横祸 遭遇了陈飞飞案 被关进看守所 一堵高墙 周涛和胡大利 被分隔在 两个完全不同的区间 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提讯室内 满脸沮丧的李小峰 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 有人进入 也没有抬头 直到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 李小峰这才不情不愿地 抬起了头 抬头见到胡大利 他有些羞涩 也生出了几分希望 走完必经程序 胡大利 轻言细语地开口 李总 我们过来核实一些情况 希望你能配合 这一声李总 让李小峰顿时长熟了一口气 如找到知音一般 人在屋檐下 不能不低头 我说的都实话 就怕你们不相信 不管什么情况 说实话 对李总最有利 我确实是在说实话 没有一句话是假的 如果说假话的话 雾雷轰顶 天出地面 我估计你们不会相信 夜路走多了撞鬼 我就是撞了鬼 我想看一看是什么鬼 是你内心的鬼 还是外鬼 你问吧 我相信你 你认识萧萧吗 认识 讲一讲认识经过 我在金色酒吧认识的萧萧 当时我和几个朋友 喝了酒以后 一起到金色酒吧玩 金色酒吧的歌手棒 气氛好 设在江州是有名的 我们进去的时候 萧萧恰好站在台上唱歌 他和其他打扮妖娆的歌手不一样 穿了一件那种男人穿的白背心 素敬 又很性感 我觉得这个唱歌女子不错 便给吴先生打了电话 才知道在台上唱歌的女歌手叫萧萧 吴先生接到电话半个小时左右 来到酒吧 那天晚上 我们一起喝了酒 一起喝酒的有哪些人 有吴先生 萧萧 还有两个人 这是六月下旬的事情 那时候 天刚刚热起来不久 还有两个人是哪两个 那天本来就喝了酒 有些头昏 另外的人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是吴先生的朋友 我记得这里面的人就属萧萧年轻漂亮 我对其他的人没有兴趣 有没有陈飞飞 没有 我是最近才认识的陈飞飞 你和萧萧有没有发生关系啊 你又怎么知道我们发生了关系啊 回答问题 别反问 在前面的对话中 侯大力客气地称呼李小峰为李总 让其放下包袱和抗拒心 这一句稍显严厉的回答问题 别反问 又让李小峰感受到了压力 记起了自己接下球的身份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 有些醉意 时间回家了 第二天中午 我给萧萧打了电话 约他到马背山庄园 萧萧果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在约定时间 自己开车到马背山庄园 那天晚上 我们发生了关系 你和萧萧是什么关系 我和萧萧没有关系 要我说关系的话 那就是炮友 我们发生关系以后 我给他买了包包 送了手表 还给了钱 我们是那种没有男女感情 纯粹打炮的炮友 你和萧萧发生过几次关系 那 我们是在六月下旬认识的 很快就发生了关系 在七八月 有三四次约会吧 通过一问一答 侯大力梳理清楚了 萧萧和李小峰交往的时间和频次 在萧萧和李小峰交往的这一个时间段 萧萧还是秋红兵的情人 而秋红兵已经谋杀了他的妻子张东梅 你和陈飞飞发生过关系 前些天我有客人 萧萧带着金色酒吧的炮姐 彤彤和陈飞飞来到山庄 陈飞飞唱歌很好听 人也漂亮 我喜欢年轻漂亮和个子高挑的女生 四个人中 我就瞧上了萧萧和陈飞飞 那天晚上 我就和陈飞飞 发生了关系 第一次见面你们就发生关系了 这个男欢女爱的 对我们来说很正常 你同时约了陈飞飞和萧萧 交代两只船 没有 萧萧和陈飞飞不是我的女朋友 就 就是交往而已 侯大力记下了李小峰和陈飞飞 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间 八月八日晚和八月九日凌晨 陈飞飞死亡的时间 是在八月十一日凌晨 你和陈飞飞第二次发生关系是哪一天 是八月十日 我九日离开江州 到总公司处理了业务 十日下午回江州 给陈飞飞打电话 约她到山庄 陈飞飞这种女孩子都喜欢抱大腿 我算是大腿吧 她接到电话 根本就没有犹豫 爽快答应了 你为什么不约萧萧啊 这个 男人都喜欢长鲜嘛 陈飞飞更有新鲜感 我和萧萧就是炮友关系 彼此没有承诺 我喜欢她的肉体 她喜欢我的钱 仅此而已 李晓风和侯大力都是江州的富二代 条件很接近 如果没有杨帆案发生 侯大力极有可能就是现在的李晓风 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成为侦察员的侯大力和成为老板的李晓风 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思想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 李晓风在第一次被询问时 已经交代陈飞飞的死亡过程 以及对她的抛尸过程 对其他人的调查 沿线的视频资料和现场勘察 能够与李晓风的交代骨相印证 只是尸检报告出来以后 尸检报告的结论 与李晓风的交代有明显出入 按照李晓风本人的说法 陈飞飞应该是在 做爱过程中的特殊体位 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她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在于使用特殊体位 但是她没有提到用药的事情 如果是不当用药 导致陈飞飞身体出现问题 其责任明显要轻 这是一个疑点 李晓风根本不知道 抽屉里有药品 但是在头包拉定盒子上 有她的指纹 在内盒上有模糊的指纹 疑似她的指纹 让人比较疑惑的是 李晓风交代了特殊体位 导致陈飞飞的死亡 以及她的抛尸过程 为什么要隐瞒 抽屉里有药品呢 这让侦察员深惑不解 是第二个疑点 陈飞飞案 由江州刑警支队管辖 具体由重案大队侦判 省公安厅专二二组的工作重点 是盯住与杨帆案和白玉梅案 有关的所有案件 以及挖两面人和幕后黑手 在陈飞飞的案中 专二二组想要弄明白 是谁在操纵整个世界 由于意图非常明确 欧大利很注意回避诱导性提问 在山南政法大学读书时 教授反复提醒过 副具极有可能带有诱导性 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你在2009年7月7日去扬州的目的 是不是要让五哥把账款交给你 这是一个明显的诱导性问话 在其中预设两个内容 时间和地点 这句话是一个副句 要想把它变成非诱导性发问 需要这样拆解 第一句 2009年7月7日你在哪里 第二句 你为什么要去哪里 拆解后的两个问题都是单句 不再属于诱导性发问 简单句的问话 也不一定都是非诱导性的 联位结构 也就是有两个位语的单句 容易演变成诱导性发问 比如 你在2009年7月7日 驾车去扬州的目的是什么 这句话并不是一个副句 只是一个联位结构单句 但这也是诱导性问话 里面预设了方式和地点 要把它变成非诱导性发问 需要拆解成三个问题 2009年7月7日 你在哪里 你是怎么去的那里 你为什么要去那里 当一个句子里的谓语只有一个 且起到修饰作用的部分 定语状语补语越少时 句子的诱导性就越小 因此制定审讯提纲时 侯大力会在询问前 再次检查自己的提问提纲 着重查看每一个问题在句式上 是否都是单独未语的单句 每一个问题中起修饰作用的部分 是否都做到了最少化 这种用语法结构来衡量的方式 简单又有效 信问到此 没有发现消消操纵陈飞飞的线索 侯大力稍稍停顿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又重新翻了翻审讯提纲 你在八月十日回江州 谁还知道 驾驶员 还有总裁班的人 你约了陈飞飞到山庄 有谁知道 还是驾驶员 我在车上打电话 没回避她 等到陈飞飞上山 清洁员和厨师就知道了 听陈飞飞讲 她接到电话时在打麻将 打麻将的人是萧萧 彭彭和炮剑 陈飞飞还借了萧萧的车 讲到这里 李小峰想起了这四个女人 各有不同的滋味 越发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处境 生不如死 一时之间悲从心来 惶恐不安 侯大力梳理了今天得到的信息 再和第一次询问得到的信息 进行对比 陈飞飞拿驾驶证的时间不久 技术很一般吧 萧萧愿意把自己的宝马 借给陈飞飞 很大气吗 和陈飞飞比较 萧萧确实比较大气 我都是主动给她买东西 不管买啥 她都大大方方接受 我看得出来 她没有因为拿了我的东西 就刻意讨好我 陈飞飞不一样 我给了她一个包 她两眼放光 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看我的眼神 立马就不一样了 你经常送包 女孩子都喜欢名牌包呀 我让人到国外采购了一批 价格不贵 牌子响嘛 遇到感觉不错的 那就送一个嘛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萧萧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 后来父亲萧卫星生意彻底失败 欠下了一家人靠工资永远都还不清的债务 萧家破产 负债累累 彻底沦为社会底层 萧萧用过名牌包包 陈飞飞则没有用过 两人面对名牌包时的心情并不相同 李小峰虽然夸萧萧大气 其实更喜欢陈飞飞那种狂热的目光 面对这种目光时 她在女人面前才更有强烈的心理优越感 聊到此 陈飞飞和萧萧的关系基本清楚 很难再深入下去 侯大力开始有意识地进入闲聊模式 试探着询问九十年代发生过的事情 我在江州一中读高一的时候 你应该是在江州学院读高三吧 啊 我比你要大个两三岁吧 李小峰原本说知道 当年轰动一时的杨帆案 话到嘴边 又觉得这个话题不适合在此刻提起 在我印象中 杨光雄的儿子杨永福也在江州学院 你们当年能玩着一起吗 侯大力在纸上随手写1994年 轻描淡写地询问 侯大力莫名其妙提起这个话题 让李小峰多少有些意外 我读高三 杨永福读高一 接触的不多 我们两家的企业还存在竞争关系 有一段时间是如水火 杨永福见到我就吹胡子瞪眼 恨不得和我打架呢 这玩不到一块 我没有在企业工作 和杭如高山有原事不太明白 杨光雄当年是什么情况 杨国雄死了好多年了 随便谈呢 杨国雄个性强 很有攻击性 不想合作 还有黑道背景 在八十年代社会乱 市场不规范 它的攻击性 让企业一路做到 到了九十年代 政策和社会变化了 市场规则建立起来 它仍然没有改变 四处出击 与很多老板都搞得势不两立 我们修高速公路发了点小财 杨国雄本来是做摩托的 根本没有技术力量和资源 做路桥 他眼红修路赚钱多 成立路桥公司 撬了我们不少墙角 他主要的技术人才 都是挖墙角挖来的 开口大方 实则小气 给的钱达不到承诺的数 这就埋下了隐患 后来我们和杨州几家路桥公司 同时发力 开出优惠条件 把他副总啊 总工啊 到技术员啊 全部挖走了 杨国雄建了公路桥 发生事故 建设过程中垮塌 有各种现实原因 说到底吗 还是杨国雄不懂技术 底子浅 没有自己的技术班底 这才出现了质量问题 造成死伤多人的事故 马背山庄园的聚会人员中 多次出现吴新生 李小峰没有意识到 吴新生就是杨永福 在湖州市民阳县高马镇的 户口造假案中 湖州警方找到吴新生时 冒名吴新生的杨永福 承认了非法买卖户口之事 并给出了相对合理的理由 出于长线经营考虑 湖州警方配合江州警方 没有向社会公开 购买假户口的详细名单 也没有在社会上 大张旗鼓进行宣传 侯大利一边和李小峰 聊起江州企业界的往事 一边在纸上写下了 杨永福 萧萧 陈飞飞和李小峰的名字 又随手在四个名字上 画了连接线 在名字后面画上线以后 杨永福也就是吴新生 萧萧 陈飞飞 李小峰 这原本独立的四人 构成了一个整体 宛如一根鱼竿 杨永福是钓鱼人 萧萧是鱼竿 陈飞飞是鱼儿 李小峰就是摇耳的那条鱼 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联想 随即又让侯大利联想起另一个线索 这条线索发生在今年 死者是张大树的女儿 杨永福也就是吴新生 萧萧 张东梅 秋红冰 这四个人构成的这条线 同时宛如一根鱼竿 杨永福是钓鱼人 萧萧是鱼竿 张东梅是鱼儿 秋红冰就是摇耳的那条鱼 这两条线构成稍有不同 但有一点相似 最终那条鱼都与江州老板有关 且最终会受到伤害 当年与杨国雄有竞争关系的老板的家人 以某种方式出事 张大树的女儿张东梅被丈夫杀死 秋红冰成为摇耳的鱼 李星葵的儿子李小峰弄死了陈飞飞 成为摇耳的另一条鱼 在询问过程中画出这条线索 是侯大力偶然所得 这是后继勃发的结果 当线索多到一定程度 注意力又能集中 那么灵感迟早会迸发出来 随即侯大力又想起了 曾经出现过的第三条鱼竿 杨永福也就是吴新生 朱富贵 陈飞飞 周涛或者是侯大力 这条线上 侯大力极有可能是计划中将要摇耳的鱼 因差阳错 周涛成为摇耳的鱼 鱼竿模型类似于一枪两孔模型 鱼竿模型猛然间出现之后 侯大力很想来到无人的空旷沿野 大吼几句 提讯室房门被打开 一名看守所民警走进来 递给侯大力记一张字条 我在看守所监控室 李小峰在你面前没有对抗意识 这是很好的机会 你再详细问一问头包拉定的事情 腾风飞 在脑中形成鱼竿模型以后 侯大力意识到 李小峰是否是真凶 还得加上一个问号 他更加谨慎 深挖细茶 你在马背山庄的卧室 有没有家庭常备药 什么药 家庭常备药 比如致感冒拉肚子之类的药 我身体不错 很少吃药 我在家里也从来不管这些事情 有什么事情都由总裁办安排 我爸是土老茂 坚决不设管家 管家的职能 就放到总裁办 总裁办有一个副主任王峰 专门安排我的日常生活 我家里有什么东西 王峰比我清爽 总裁办王峰 以前未曾出现在警方的视线 需要核实 侯大力在王峰名字后面 加上了一个着重符号 你是否打开过 马背山庄园卧室的床头柜抽屉 这个我要想一想 床头柜抽屉里有什么东西吗 我平时不常来马背山 我说得直白一点 要泡女人的时候 我才住到马背山 这不是我日常生活的房子 你们在我抽屉里查到什么药 我完全没有在马背山庄园 吃药的记忆 监控室 滕鹏飞用力搓脸上的马子 看向身边的红金鸣 本位 林小峰的说法 与药盒上的指纹对不上 法庭上法官不会采信他的说法 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 下一步仍然会是逮捕 李星辉直接去找了老大 我们的压力很大 要办成铁案 否则是老鼠钻风箱 两头不是人 甚至是后果会更加严重 洪金鸣额头竖起了川字文 印记很深 川字文几乎成为江州刑警支队长 以上领党的标配 职务越高 文录越深 啊 我有事到九里开会去了 洪政委是在提审李小峰的吗 我跟藤麻子就是来找你的 这神探如今是省厅的人 还得跑一线 这不是抢你们的活吗 你看着 省厅和市局分工不分家嘛 对吧 三人离开监控室时 腾鹏飞又看了一眼屏幕 提讯室内 李小峰已经站了起来 被看守所民警带走 侯大力和江克阳 依然稳坐钓鱼台 没有起身 看着李小峰背影消失 侯大力拿起烟 递了一只 给全场没有怎么说话的江克阳 你怎么看 先说题外话 你是一个非典型富二代 生活犹如苦行僧 李小峰的生活 才是富二代的正常生活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特别是在女人方面 李小峰们 有着强大的经济背景 用一个名牌包 就能让年轻漂亮的女人 轻易上床 在国外 这些包甚至并不那么值钱 而我们民警在女人面前 越来越没有地位 她恋爱被甩 结婚又离婚的 迷逼皆是 别羡慕他们 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最重要 我就是发发牢骚 你觉得李小峰说的是使唤吗 从第一次询问 到我们这次询问 李小峰一直想把事情定性为 做爱过程中的意外 陈飞飞的真实死因 是服用头包拉丁后已久 如果李小峰 在事发之时 知道真实死因 打电话报警 叫120 她的责任其实不大 为什么她不选择 风险最低的方式 不好解释的是 侯包拉丁盒子上 只有李小峰的指纹 侯大力想起 周涛那条物咬鱼耳的鱼 这就和周涛案高度相似 从陈飞飞身体里 剪出了周涛的精液 说破大天 强奸案跑步 这个案子一样 从马背山庄园 李小峰房间抽屉里 发现了带有李小峰指纹的 头包拉丁盒子 再加上抛尸行为 不管此案有多少难以解释的地方 李小峰都可难脱身 藤麻子 找总裁办副主任王峰 核实过李小峰拥药习惯 李小峰确实不管这些事 藤麻子意识到 其间矛盾 正在左右为难 晚上七点 省公安厅命案基案 专二二组召开了工作会 会上 朱仁对侯大力提出的鱼杆模型 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东梅的缺点在于性格潇洒 或者说在男女关系上不太简点 其丈夫邱红斌接近入坠 依靠张家才在社会上成就了一番事业 萧萧在邱红冰面前刻意展现了传统女人温柔贤淑的美德 放大了邱红冰心中的仇恨 杨永福根本没有出手 邱红冰就谋杀了妻子张东梅 李小峰的缺点在于生活放荡 长期凭借财力招风引蝶 陈飞飞开着萧萧的车来到马背山庄园 引起了一起意外死亡事件 李小峰的生活有可能被彻底改变 周涛则纯粹是被人算计 更有可能是替侯大力背锅 如果杨永福真是钓鱼人 从这三条鱼竿可以看出杨永福的行为模式 最终咬鱼人就是杨国雄曾经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其亲戚后代 杨永福放大了最终咬鱼人的弱点和缺点 让弱点和缺点最终成为杀死咬鱼人的脚锁 散会之时 庄二二组分成三个小组各自行动 第一小组由秦东江 樊永和代志组成 他们前往胡州市名阳县高马镇 调查杨永福的舅舅吴家永 此人曾是杨国雄的办公室主任 算是其核心人员 杨永福表面上与吴家永没有联系 包括电话记录中 吴家永和杨永福从来没有过通话记录 吴家永、杨国连等人 在杨永福失踪四年后 向江阳区法院提出宣告死亡的申请 江阳区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发出寻找杨永福的公告 在法定公告期已满一年以后 杨永福仍咬无音讯 法院以特别程序审理 认定杨永福长期下落不明 以四年符合法律规定的 宣告死亡的相关条件 据此判决宣告杨永福死亡 杨永福正是在胡州市名阳县高马镇 变成了吴新生 若不是高马镇甲户口案 吴一间暴雷 吴新生从此就代替了杨永福 在这种情况下 杨永福和吴家永没有密切来往 鬼都不相信 樊永从井经历丰富 曾经在基督一线工作多年 秦东江心思缜密 行动力又强 带志是胡州警察 人熟地熟 这三人搭档前往胡州 是专二组的最佳组合 第二小组由吴雪和张建波组成 他们这一对搭档的主要任务 是调查萧萧及其身边的人 萧萧在张东梅案和陈飞飞案中 都有牵扯 甚至扮演的重要角色 吴雪来自省行中 张建波是胡州刑警 与江州本地来往不多 由他们负责搜集萧萧的情况 更不引人注意 第三小组由侯大力和江克阳组成 这一对搭档主要负责 总体指挥 联络协调 以及清理江州企业界 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形成的 错综复杂的关系 有声小说 何大力刑侦笔记 第八部 就按寻踪 第三章 鱼杆模型的提出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